来兔兔小宝贝们 今天带你来拯救你 史上自立权 兔头自救大法 请收藏起来 全程干货 这你看完立马 拥有你明星版的浓密发亮 说实话 我头发扎起来 就真的是 只有这么一搓搓 所以各种什么 增加发量的方法 我全部试过 如果从这样 变成这样 简直so easy 带你帮大家总结有三个版本 基础版本 进阶版本 还有丧心病狂版 以及市面上这些所谓的 可以帮你增加发量的好物 哪些是真实好用 哪些又是天雷滚滚 今天带也会一一的分享 行吧 贴心带已打在公屏上 我们现在就开始 这个版本是最简单 最有效 最不浪费时间的 针对的人群呢 是学生党 上班族 首先就是你可以通过 简单的吹头发 就让你的发型发量 得到很好的改善 有没有人现在吹头发 还是这样吹的 毫无章法的 或者是从头顶 直接往下吹 再浓密的头发 这样吹完之后 头顶都是塌的 那相信你们也看过 不少叫大家吹头发的视频 很多博主都建议 大家说把头发倒过来吹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样吹完之后 头顶的一些小碎毛 或者是一些刘海 全都这样往上炸开了 我就不适合这样倒着去吹 所以我最近呢 从我的Tommy老师那边 偷学的一招啊 超级管用 你又把那个吹风机 放在你的后脑上 就这样的一个方向 到所有的头发呢 往脸的方向吹 那吹到上面的时候呢 往前吹 头顶呢就一直这样用手来拨 然后吹风机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把它这样吹干 可以稍微这样斜过来一点 然后从后往前 但千万不要从前往后啊 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律 然后你吹出来的头发呢 就一定是会有一个这种S弯的 尤其是在刘海 就是在贴脸的这部分的头发 形状会非常的好看 如果你留的是这种狼尾姿鱼头的话 吹出来的效果好像是用甲板 夹过造型过后的那种样子 并且头顶是非常蓬松的 因为反方向的来吹你的发根 其实它就会有一个更强的支撑力 不会像平时你梳头发一样 全部都这样顺顺的贴在头皮上 这方法一定去试一下好吗 结束了没有 这一步就可以让你的发量看上去是平时的1.5倍了 上对比 不过呢 这个头发再蓬松 它也抵不过头油的摧残 摧残 摧残 所以说呢我建议头发容易油的妹子可以人手背屏 砰砰粉 这我真的是按头推荐 就假如说哪天你突然有事要出门 但是来不及洗头的话 你就知道它有多香了 有些人可能说 这散粉就可以 我跟你说它去油 蓬松的效果是没有任何的散粉能比得了的 就这么说 就你的头发油了之后用完它 立马干爽不说 并且这种效果能够至少维持个两天 所以说用完它之后 可能很多人就更不爱洗头了 但这样很不好啊 它的缺点就是千万不要太依赖它 不然的话你头皮就很容易就长头皮屑什么的 所以还是要勤洗头 所以偶尔用它来救急就行了 这个品牌的摧残粉我觉得是史上最强的美用之一 所以我有两个 一个是新版一个是旧版 这个价格100块钱左右啊 如果不差钱可以弱 那如果说你想追求性价比的话 就这个品牌的就很便宜很便宜 并且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但是这种东西你涂多了之后 这个头皮还有头发就会有点色色的感觉 大家注意一下 说到这种让头发蓬松的产品 像这种蓬松喷雾的话 大家应该也都用过吧 这个品牌呢我以前真的是我的真爱 买了这么多瓶囤着 但是后来我遇到了蓬蓬粉之后 我就觉得它没那么香了 因为蓬蓬粉的话随身可以携带 就更方便一些 蓬蓬松喷雾的话就是味道更香 可以掩盖你的头油味 但是它的持久效果干爽效果呢 就没有蓬蓬粉那么持久了 所以这几个我都闲置了 你们有人需要吗 我可以帮你们寄过去 如果不介意的话 还有一个要帮大家避坑的 就是这种蓬松喷雾 海盐的一个造型蓬松喷雾 也是看那种很厉害的发型博主推荐的 我才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手残 我用它就看不出任何的蓬松效果 并且用完它我觉得头皮不太舒服 它里面的酒精含量很多 并且它的用法是在你洗完头之后 喷上去造型的 我就用了这么一丢丢就没有再用下去的 这个非常的不推荐 对于一些额头大发肌线比较高的人来说 发肌线粉也是很管用的 帮你省下几万块钱的直发手术费 立马拥有头包脸的效果 我如果有上肩的学习的话 我偶尔会用一下 但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懒 不会去用这样的东西 它的缺点就是晚上最好还是要把它洗掉的 不然会堵塞你头皮的毛孔 另外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很容易脱 关于产品的推荐我试过市面上这三种 我觉得最不容易出错上最匀的就是梦妆的这个 更省钱然后防水效果更好的是 枝油泉这个也可以选择 但是它没有梦妆那么匀啊 如果你是偶尔用一下的话我觉得可以了 Ewning这个不是特别的推荐 成分安全系数没那么高 另外它防水效果也不太好 笔状的上的比较精细 但是如果你是头点这样的一个地方 用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小麻烦 没有那么快 通过以上的步骤呢相信一些轻微的速度患者 已经可以摆脱发量焦虑了 但如果是对自己的发量要求极高的朋友 相信下面的进阶版一定会帮你满意 这一部分呢虽然不太适合懒人 但是它显发量的效果能够达到两到三倍 用这种蓬松发酱来夹一下发根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持久 舒服 且效果立竿见影 但很多人用不好它说夹出来不太自然会吃的 简单的叫一下啊 先分析一下自己的头型 我的头呢是属于比较尖的 这种尖头呢容易显得这边宽 所以要适当的把两边啊 制冷起来 这样会显得下巴更窄 所以说就可以从这两侧开始夹 那假如说是你的颅顶比较低啊 上面比较平 那你就着重的去夹你的这个发根的部分 让头顶蓬松起来 像平时的话只需要夹三撮头发 就立刻达到发量增加两倍的效果 分别是头两侧的一撮 还有后脑少的一撮就ok了 然后呢再用没夹过的头发去盖住夹过的 这样看上去比较自然 并且夹的时候注意你的夹板是要这样 有弧度的贴着头皮的方向去夹 千万不要直直的去夹 这样的话发烧会支冷起来 会很不自然的 看一下这对比 没有那种蓬松发感的也可以用纸板夹 把这个发根做出一个弧度 让它支冷起来 会稍微的考验一点点手法 但是练几次的话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把头顶的头发一小片 从发根这里放到甲板上面 然后向反方向去推 或者是轻轻的夹一点点 头顶的发量立刻高出两三厘米 这两种方法通过加热 让你的这个发根定型 吃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 然后像我也自然也不影响你平时这样撩头发 但如果你想要追求那种更真实的发量的话 你明星同款的假发片也可以了解一下 这种的话就是简单粗暴啊 也不怕你手残 直接就夹在你头顶头发的内侧 上面再用自己头发盖上 很难被别人发现 但是缺点呢就是它没有办法让你这样 自在的去撩头发很容易卡住 并且对于假发片的这个形状啊 长度啊 你都得去挑选适合自己的 直发卷发就是用起来 还要挑不一样的发型 所以看似简单 但想要把它用好 还是会有一点点难度的 还有一种成本非常低的这种小夹子 可以藏在头发里面 垫高发根的 虽然便宜 但我只推荐大家在一些需要上镜啊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场合 把临时救一下急来用 它比假发片看上去更自然 就是它蓬松的程度没那么高 但是呢它不如假发片夹得紧 就这种夹子很容易 就是不小心就扯下来 或者说风一吹就容易暴露出来 容易被别人发现 好看一下这个对比 牛不牛就问你牛不牛 好看到这里不知道我之前分享了 哪些方法是你们觉得 真的比较实用的自己也试过 但如果说通过以上的方法 你的发量还是不能让你满意 那你也有多凸啊 没关系我们还有终极的版本 丧心病狂版 这个方法要是不管用 我跟你说 把我头发剔下来寄给你 其实这个方法的核心是改变你的发型 像是我之前剪的那种 齐的没有层次的头发呢 尤其是头发比较长的时候 整个头发的重量会越来越沉 那你头顶发根的支撑力会越来越弱 导致你上面的头发 显得越来越少 越来越凸 对不对 所以像我做了这种高层次的 狼尾滋鱼头之后 头顶头发清明了很多 就有一种空气感 它就自然能够更加蓬松一些 显得发量多 这个发型我觉得 陪推着大家去尝试 所以说如果你的头发长的话 你可以让理发师略微的 给你的头发做出一些层次 但是不要减碎 层次感和把头发打薄打碎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说我想了一下 世界上显得发量最最最多的发型是什么呢 那就是最近几年流行的羊毛卷 这个灵感也是我从我儿子身上得到的 你们总是羡慕他的发量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头发是卷的 只要你不是突到地中海 这个方法一定能让你的发量显得特别多 咱们要用到一个这样的卷发棒 9毫米的 不需要任何的技巧 只需要把头发这样随意的绕上去 就OK吧 如果头发更长的姐妹呢 你们可以用正常的卷发棒 先把下面的头发都卷好 然后脸周围还有刘海的地方 在头顶的这里呢 就可以用细的卷发棒 去做出羊毛卷的造型 显得你的发量非常多 然后我觉得还挺减零的 挺时髦的 瞧就这个对比 先把学费了打在公屏上 到今天呢主要是通过一些手法 或者产品 让你的发量视觉上增多 那其实像洗护类的 或者生发产品 我也已经积攒了不少好货了 所以进行挖个坑 以后再给大家慢慢分享好不好 祝大家都拥有一头浓闭的绣发哦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记得留下你的小信心 关注一下你的道理 拜拜